第六屆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已经登场了 总共有11支国家代表队齐聚在台南争夺金杯 中华对手战就对上了巴拿马 最终是以4比3的成绩拿下胜利 台南社长黄伟哲站上投手球 投出完美一球为球赛揭开序幕 第六屆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 已经在台南正式登场 今年聚集了来自世界11支国家代表队 包含美国、意大利、日本以及南非等 共同角逐世界少棒的最高荣誉 今年的队伍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闷很久 所以说每个队伍来台湾都是如虎四郎 实力很坚强 今天早上才看到美国以24比0立刻捷克 那我想我们台湾的伙手小将们 一定是毫不寒服的 黄远哲表示台南是少棒重要的发展地 从2015年开始 台南已经第四度承办这场赛事 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取消了街机 以及学生与外国小球员的交流活动 但台南还是特别送出装满特色点心的 众神保佑组合包 希望各国小球员们 可以在台南留下美好回忆 比赛的结果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棒球运动 棒球的精神 以及大家对棒球的爱好可以延续 我们希望台南市我们持续办好 这个U12世界棒球锦标赛 今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把冠军杯留在台南 但是留在台湾 为了维护球员和球迷的健康 市府团队也与安南医院合作 以高规格来落实防疫工作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前往台南观赛 一起为哨棒好手加油 记者 订阅 报道